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真仓和真单的基金经理赢钱币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影片分析的内容就是我个人的见解,并不构成任何买卖建议 今天是2024年10月12日星期六,上一集我提到我不信CPI可以2.3是这么低 我上集也有说过至少都要去到2.4,结果出来就真的是2.4 而核心CPI还要有轻微的反弹 我觉得这个数据就在下一次来说很难减0.5厘了 最多是减0.2.5厘,减4.1厘就算了 当然最后的决定权是美国那里,未来11月的议息会议 也还有新的PCE数据会公布,大家尽管放场商玩 看看美帝会出什么牌吧 我们先来个福本 上集我们提到除了CPI之外,我自己就不看好 我亦提出了一个重点,关于港股这边 就是阿爷怕了美国的利率那边,到底减不减息? 如果美国那边没有太过减息的迹象那时候 我们就说在整体的政策就可能会比较收僵 或者相对比较收敛一些 结果,今天万众期待的星期六的中国财政部的会议 就不算有太过特别的了道 当然他也留了一个后着,就是说 在新的地方发债的额 可能是留待往后开完会之后才决定 即是说在即时里面没有跟你说的总金牌的结果 所以料到其实不是说十分之强劲 我们都可以说是相对比较有限 好了,就像朱sir那样 每一集都会跟大家复盘上集分析的东西 但朱sir每集复盘完之后都会有新分析方向 但是阿爷复盘完之后就没有太过特别的明路方向 而今天的记招他有提及具体的金牌 就要等到他在月底再跟大家说 就如之前所说 那为什么呢? 今天开过记招又不肯说具体的增量金牌 那为什么呢? 我自己的看法和上一集是一样的 上星期二的记招就被美国飞龙的数据影响了 而今天的记招也是我认为被美国的CPI影响了 所以阿爷的态度就和9月底高歌猛进吃了药 打了强心针的态度就变成了双火 就变成了计划 我们明晚也有youtube的直播 会专门说这么多港股这边的分析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如果大家反应好的话 明晚又好像上星期有这么多人听 我们就可以10月份每个星期 也和大家做直播 在这个紧张的市况里跟帖 明晚9点钟 大家准时见 好了 下星期恒生指数又如何看呢? 首先 基本预期的波幅 我认为会相对收窄一点点 没有这个星期那么厉害 因为对上一个星期我们已经预期了 今个星期就会有这么大的波幅 结果也如我们的预期 每天都过千点以期货的角度计算 但是下星期我相信就没有那么大波幅了 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相对过千点就算是没有那么大 但是相对平时来说仍然是三倍波幅 我预期的波幅稍微修炼到七百点左右 应该有的 这个波幅也不小 说明 其次 如果我们打开恒生指数周线图的角度 他今个星期就出了那支穿头过脚 最后也叫收回进去 即是收回到前面这些竹子里面 形成了我们上一集提到所谓炒range的所谓看法 但是在图表上再配合阿耶就转了 是相对防守的角度 之前的升浪可能是前顶部有短期的确认了 但是无论如何也好下星期也未必一定是下跌的 他可以是上落而已 上就可能不破22,700 下面仍然是20,700,800 那些是作为一个比较大的支持位 变成了针的两头 走来走去 形成了所谓波幅税 我们明天的直播会再分享 多些我未来星期的看法 关于港股 今天最后一个分享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集提到 中国人寿2628和新华保险1336 其实大家知不知这个是free money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除了上集我自己分享了两只股票的range 其实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隐身波幅 你们有没有人回答我? 例如新华保险 你们知不知他平时正常的隐身波幅是多少呢? 如果你不知的话 我告诉你 其实他之前正常的隐身波幅只有30多 但是 今天隐身波幅是爆到差不多90 而最高的是100 我们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相对比较价外的期权金 你不要以为30多IV和100IV的期权金 可能只差几倍 说的可以是十倍 甚至是十多倍以上的 这个分别 也就是说 你做期权的初浅 平时收的钱 可能只有现在的十多分之一 倒转地说 你现在收的期权金 是比以前贵的 是N那么多倍的 在同一个时间里 同一个月份里 你多了十多二十倍的 是所谓的选择期权金 所以我们就是说 差的程度 真的差很远 其实现在有很多板块 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说的是 是贵了5倍 10倍以上的期权 其实是多多都有的 除了科技股 科技股的选择期权金 不是很多 我觉得 相对来说 直播也是一样的 那么有趣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利用 这三个月 趁阿爷在打拖延战的时候 尋找这么多奇权的机会去做呢 到底有哪些板块呢 大家记得参加三倍波幅 爆炒的波动 这是加场 因为上一场很快已经爆满了 但是我们说今次这一场 其实都满了 很快满了之前一半的人数 有兴趣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 因为开这一场 真的开完这一场 点击下面的连结报名 费用全面 好了 然后我们又去到 比较走得很舒服 坦白说 比较正正经经 没什么博弈 没什么好大互相互斩残杀的 所谓的美股 我们上集提到美股四个字 就是蠢蠢蠢欲动 结果 道指标普又再过顶 纳指更迫近前面的顶 不止在上一集先提醒大家 要多留意美股 我们很早之前已经说过 甚至当日7月份大跌的时候 我们也提出如果今年美股买错货 例如听人家说 买什么东西 可以把机会做什么 就是低换低 将跑输牛市的股票 换回强势股 趁盘大跌 上天已经给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换筹码 例如我们当日提到 TSM就是一个很好的低换低的对象 结果当你看到 Intel是整个死人崩溜的款式 TSM已经逼近前历史高位 再说一次是逼近前历史高位 所以我也想提醒 散户很多时候买错股票 但其实散户输钱 更加是因为死手留乱 那些不得的股票 不肯认输 散户经常有一个思维 就是同一个标的物 死都要坐到回本 而不肯中途有机会 给你换好的股票去换马 当他一切了股票去换马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认输 输了钱的行为 而完全不想 那么你拿着股票 可能未来出卖你一个月 出卖你三个月 甚至出卖你一世 你拿着你又不觉得 它会出卖你 因此这个概念 其实来说是很错的 应该用我的方法 低换低 整个人就会清新很多 或者清晰很多 就是好像刚刚的例子 Intel很多人 就是贪他的股价世界 或者回到很多年的低位 甚至是跌到最尽 时回到10年的低位 你又不想想 你10年前买英伟达 你可能已经赚了100倍以上 但是Intel回到20多元 回到10年前的位 反而逆推10年前 你买一猴市都没得赚 你又不觉得它是黑衣的 好了 那么我们数回8月5日 以事顿市 低换低的方法成不成功 8月5日Intel就有20元 而TSM当日8月5日 一样都受到大盘日元Carrie Trade的影响 跌到132元 假设你有Intel 现在低换低 你Intel也是完全弹也没弹过 但是TSM就已经是 我当你840元拿 840元你都去到190元 整个仓是幻言一身 已经不同了 一款是明显强势 今年的明星股主题股 另一款是明显弱势股 不靠收购消息也夹不到上去 所以一个是所谓优秀的换马 其实的确是对省务 是可以救倡的灵魂所在 即是像港股那样 现在终于是21000点 但是你想想 人们坐了多久才回家乡 甚至有相当部分股份 到现在还没回家乡 你试试拿着二三仙股 绝大部分的股份 如果当日肯倒转转美股 每个人都赚到肥 你换一只股份 人们常说美股跌到凌 又说英伟达是什么 庞氏骗局 英伟达是什么 骗局 就是骗局 现在英伟达升到多少钱 现在去到欠5元 纪录高位 我都不知道庞氏骗局的人 要不要测试脑 所以你换了这些股份 回到这些股份 就赚了很多 好了 纳指下星期怎么看呢 我自己看他也是那句话 也是继续震荡 星期一二可能稍微震荡 没有太明显的方向 随着未来星期三 压斯密 ASML公布业绩 和星期四TSM业绩 我相信到时大半就会有更大的反应 当然我们今天也会谈谈 ASML和TSM业绩的预期 前两天都出了银行业绩 例如Morgan Daiton 下星期会公布业绩的GS 整个版块也会谈谈逻辑 首先我们去到ASML 其实ASML上一季公布业绩是下跌的 我觉得当时主要是受到两者拖累 第一就是无论如何计算估值也好 1,100元以上的ASML 其实估值真心相对是比较高 这个客观是事实 如果我是事后很明白的 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 不如回头看报价机 现在FORWARD的PE没有44倍 也起码30倍 你想想如果反向推翻上去 未出裂口之前 PE就去到40多倍 那PE比暴力增长的英伟达更高 似乎有点缘下 因此上次公布业绩的业绩 估值相对较高 业绩也相对比较令人失望 两者因素一起推动股票下去 这件事是正常的 我们就预期这次公布业绩 对股份的负面影响应该不太大 甚至如果业绩稍微有惊喜 稍微拉回股票上去 也仍然有机会 主要是老生常谈两个原因 第一是股值已经修正了一段 第二是在业绩里 最好阿斯密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去指引2025年有更明确的指引 老实说阿斯密已经强调过无限次 2025年会有盈利的增长 但无论在盈利的增长 特别在营收指引的角度 它的指引是很阔的 最低和最高的 没有100亿欧元都差不多80亿欧元 对于总仍然收入的角度 80亿差距明明太大 所以这个业绩可否努烦它 将指引更加明确或收窄一点 如果指引更加好一点 但指引是处于整个区间上端 或者受益超过分析师的预期 也可能透露了这么多资料 在一些所谓新的先进进程中 例如2纳米等 将来受益的程度去到多少 如果这些传媒说得比较清楚 对于职后的股价 甚至有些提振也有一定的机会 总而言之 就是说在去年 即是上个季度 这些步叉悲剧 我觉得今次的机析率也相对比较低一点 现在就去到TSM 进所周知即将公布业绩 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第一 跟阿斯玛一样也是相似 就是在指引里面 我觉得可能要谈得比较乐观 特别是在2纳米的业务 究竟可否再说得更清晰 或者指引可否更清楚 或者无论价或量 是否会表现到需求非常强劲 或者甚至在未两产之前 订单都被订了 如果可以说到这些东西 或者在AI方面 着蜜可以多一点 当然着蜜多一点也就是 倾乐观的着蜜 如果这些东西都能够较到 要破坏的顶 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就算了 坦白说股份是稍微有回调 我觉得回调的幅度也应该不会太多 整体来说 结构仍然是一个比较良性的结构 我会觉得 亦比我心目中的垃圾 例如Intel 也应该很不少 好 然后去到JPM JPM 其实我学校也有教股份 例如说穷低或留意 也不会太多 这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看到JPM 最近也很听话 如果有回调的时候 原来蜜盘全部都是给你吸纳的机会 现在爬一爬 又爬回到前面的高位 JPM很有趣 由头到尾 对整个世道 或者无论政治经济的角度 都相对比较悲观 他对不但政治经济和利率 都相对比较悲观 就是我们CEO戴蒙 但我们发觉 他的所谓担忧 如果你真的从很早之前 听过他这样说 一直很悲观地去交易美股 那你就会被人败了 所以当然 我不会觉得他所谓的悲观 是败你 可能是他自己真心地想 但我会把戴蒙 是一个所谓的忧患意识为主 对于他的言论 其实你拿来交易股票 无论是JPM自己 或是交易大本 你用了过度悲观的言论 去错复本来看 其实你也会有所误度 坦白说 所以我也会觉得 他有他说 你有你做 那就差不多了 他有个言论的自由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在说 CEO虽然悲观 但是他自己家银行的实力 非常强劲 一点都不悲观 当市场非常担心 正利息收入有所下跌的时候 JPM自己的正利息收入 竟然升了3% 去到235亿美金 而非利息收入也有198亿美金 按年增长了11% 而投行的收入更加大幅增长了31% 因此JPM是由很小项 无论是正利息收入或非利息收入 以至是去到股东最喜欢的 营收或earn per shares 其实来说全部都是高于市场的预期 作为投行之王的美誉 也继续地神话 又继续地延续下去 因此JPM老实说 如果美国减息的幅度 是低于总体市场的预期 又不是那么刺激反向加息的话 这种如此舒服的环境 才是真正对银行最舒服的环境 而现在实以这种所谓舒服的环境 的机会越来越大 因此我们说实力比较强劲的投资银行 仍然是看高一线的 正正因为如此 我也会觉得即将公布业绩的GS 未必太差 当然我自己心目中仍然是觉得JPM 是我心目中是相对比较好的银行 甚至是最好的银行 老实说平时也没有特别进行交易 但是我们会看到 现在整体的GS 即是高盛的股价在500元头 其实来说也是近 也是历史高位 我自己一直是习惯JPM为主 但如果有朋友有高盛的话 不妨看完业绩 我觉得也可以 最后再补充两句是特斯拉 前天出了一个活动 其实我觉得那部RoboVan 即是那架巴士 也挺漂亮的 不过股价被人轰了 正如我自己在拍片之前所说的 他很大机会去到10月10日 就被人轰了 如果你看回我们的影片 我们早到9月21日已经说了 甚至我们在9月25日的影片 也说了260元的鱼尾 但你们在图里细致看到 我们的交易是欺不了你的 除了在YouTube里也说了260元的鱼尾 看不见到这个是有个计划的讯号 我做了几口计划 即是说我真的付诸实行 260元是有沽售的 好了 结果就真的插了 华尔街又说Tesla 说不出了需要模式 还有这个会计真的太短了 也没什么资讯 所以就一锤打下来 不过到现在 去到210元那些价位 我倒过来觉得也别看得太淡了 因为它始终来说 也是一只很淡薄弱的股票 我觉得它的浪营就不会走直升浪营了 相反就是无限地打上打下 相对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上面有一个很hyper 在扎扎扎扎扎 扎扎扎扎 跌下来又在接近了鱼骨 又在止蚀 又在斩斩斩瘡 我觉得你很不善于交易Tesla 这个股票 当然 这个股票也在我们学校内部 有很多自己期权的方法去做 这个未必真的 一定要做去证股 但是 就算你还没识到这些期权的 Shargy之前也好 始终我会觉得 Tesla也是一只 回到这些时候 就应该会有支持 或者有新的题材 去谷上去的股票 到最后 提醒你 10月23日公布业绩 距离现在只是十多天 你正常来说 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如果你有太大的动作 就是游在那里堵字花 前面的Volvo Taxi堵字花也坏了 现在业绩 如果你大手去做 就游在那里堵字花 那就没意思了 今天影片暂时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请订阅、赞好和留言支持 未来10月25日 这下就有加强三倍波幅的港股 爆炒的波动广座 港股还没炒完 放心 未来几个月 继续是大上大落 充满博弈的股市 如何炒钱就是这一局 那我们又如何进行赢钱博弈 中意港股或赚快钱的朋友 记得点击下面的连结报名 费用是全片的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